今晚是我們早上前幾天 很多人都說他們在這裏撒嬰 撒嬰不撒嬰 不是因為是假扮來的 大家都要做美款人 都要在31號 給你們一個PITTO的名額 我們看到他們的區域 31號抹嬰 這次是大營 這次是大營 熱情期間 物流運輸能力亦都在經歷長長的考驗 打工物流照合公里 時代的商家和消費者的負責 有些影響 今年六一百大出的物流包裹 很多人都說 康復平穩屬能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些 太大站平穩轉的情況有時發生 令很多習慣中國做的國外消費者不適應 每一款花錢二美珠 一大批預求相反將會花錢